本节我们以几个简单的空间为例,给大家简要介绍Trace UI 空间的使用。 我们要介绍的第一个空间是文本编辑器。 文本编辑器是最简单的Trace空间。 STR、INT都可以用来定义文本编辑器的变量。 在这个实例中,我们先定义两个文本编辑器的变量。 第一个是String Trint,它用STR来定义,初始的直为Sample String。 我们再定义一个变量,Password,它用Password来定义,它是一个跟密码相关的Trace。 接着在布局中,我们可以设置文本编辑器的风格。 比如说对String Trint,我们可以在Item中设定Name为String Trint,它的Style为Simple,它的Label标签为Simple。 这里Style是它的样式显示。 Tracy UI 中提供了很多的样式显示,比如说Simple,Customer。 Customer表示多行显示。 比如说Read Only,它是一个只读显示。 因此,我们可以给Password同样设置它的Style风格,设置它的标签。 我们一起来完成完成的代码。 首先,我们来定义Text Editor,它从Hast Trends继承得到。 然后,我们对定义的文本编辑器变量进行布局的定义。 首先,我们给它设置一个Group为Text String Group。 然后,在这个里边,我们加入几个Item。 第一个Item是对String Trint的Simple型的Item。 为了在不同的Item之间进行分割,我们加入分割符。 在这里直接使用Item小滑线来表示。 然后,我们定义第二个Item,它是Customer样式的String Trint。 再定义一个分割线。 然后,我们给Password定义为Simple样式的Item。 接下来,我们来定义视图。 视图的变量,我们使用Trance View。 在View中,我们加入刚才定义的Group布局。 对该View的Title,我们设置为Text Editor,并且给它增加按钮OK。 最后,我们来显示这个整个窗口。 我们使用Text等于Text Editor,建立一个Text Editor类的编量。 然后,使用Text.Configure Trint显示该窗口。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三行的文本编辑器。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第一行编辑器是一个简单的单行文本输入。 第二部分为一个多行的文本输入。 在代码中,我们设置了它的样式为Customer。 第三个是一个密码符号的文本输入。 在这里,无论我们输入什么字符,它将以一个点来表示。 窗口的最后是一个OK按钮。 好,接下来我们再一起学习按钮空间。 在Trance UI中,我们要想使用按钮空间。 我们首先要导入Trance API中的Bottom模块。 然后我们建立一个从HasTrints继承的BottomEditor类。 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个按钮变量。 使用TrintName等于Bottom。 我们希望按钮在点击的时候要响应一定的函数。 因此,我们需要给按钮设置监听函数。 按钮的监听函数我们可以设置为TradeNameFired。 最后,我们对BottomEditor中的Trade属性来定义相关的试图。 然后我们调用Bottom的ConfigureTrints。 这是我们一般使用按钮空间的一个程序框架。 我们回顾一下,我们知道Bottom是从Event的属性继承的。 Event的属性只要复值就会触发监听函数。 同时,它的监听函数名是EventFired。 而一般的Trade属性只有在直被改变之后才会触发监听函数。 它的监听函数用的是TradeChanged。 那么如果在这里我们定义的按钮变量的名字是MyButton, 则它相应的监听的方法应该是MyButtonFired。 我们希望这个案例中点击按钮之后计数器能够加1。 所以我们对MyButtonFired的监听函数完成它的功能, 即Counter加1。 这样,我们一起来实现一下完整的代码。 在ButtonEditor这个类中,它已经从hasTrints继承。 我们定义两个Trints属性,一个是MyButton,一个是Counter。 MyButton是Button类型,Counter是Int类型。 当点击按钮后,我们需要处理按钮被点击后触发的事件, 也就是监听函数。 所以我们在MyButtonFired中写上Counter加1。 最后我们创建视图。 该视图中有这样几个元素,一个是MyButton, 一个是Counter。 然后我们设置它的标题栏,Title等于ButtonEditor。 我们在窗口中再增加一个默认的Button,OK。 然后设置它的Resizable属性。 我们建立一个ButtonEditor的实力,Button。 调用Button.ConfigureTints。 运行程序,我们得到这样一个窗口。 不断地点击ClickMe,我们会发现Counter技术器的数值一直在增加。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滑动条的空间。 在这个滑动条中,我们将建立一个关联。 首先我们看一下滑动条所用到的变量。 我们先设置两个滑动条A跟B。 它们都使用Range进行定义。 我们写成A等于Range1到10,表示它的范围是从1到10。 B同样定义为Range1到10。 我们再定义第三个滑动条。 这里我们使用Property定义了第三个滑动条C的属性。 Property的属性参数为int,整形。 在Tints中,它会根据属性名直接决定属性所定义的方法。 即我们当读取属性C的时候,它得到的是getC的返回数。 然后我们建立C滑动条与AB之间的关系。 这里getC是C的Property属性的相应的响应函数。 我们让它用atPropertyDependsOn进行修饰。 它修饰的时候依赖于A跟B,所以我们传递一个AB的参数进去。 同时我们设置它的setball为处,说明C是一个setball cache的总数。 这样,getC函数的返回值将会被缓存,除非C依赖的A跟B的值发生变化。 否则它会一直使用被缓存的值,而不会再次调用getC。 在接下来我们定义一下视图的布局。 在这个窗口中,我们希望它首先能够显示两个滑动条,itemA,itemB。 然后我们设置分割幅。 我们再设置第三个滑动条,C。 它的editor属性我们设置为rangeEditor,从1到20。 它的模式mode为slider。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个itemC来显示C的值。 整个view窗口的wides我们设置为0.3。 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完整的代码。 大家可以在程序的资源中下载到它。 在这里我们看到getC函数,它获得的是A跟B值的一个计算。 也就是说,当A或者B任何一个值进行变化的时候,都会调用getC。 然后我们C的滑动窗口也会相应的变化。 那我们一起来运行程序。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窗口。 我们可以尝试着滑动滑动条A或者B。 我们可以看到C的值是AB的值相加。 TraceUI中还提供了菜单工具栏等空间。 我们可以通过使用TraceUI.menu导入Action或者是ActionGroup,Menu,MenuBar,ToolBar等来实现菜单和工具栏的功能。 在TraceUI.menu中有这样的一些对象。 Action是在Menu对象中其中菜单中的一个选项。 ActionGroup是菜单栏中选项进行分组。 Menu表示菜单栏中的一个菜单。 MenuBar表示菜单栏对象。 它由多个Menu对象组成。 ToolBar是工具栏对象。 一般情况下,它由多个Action对象组成。 每个Action对应着工具栏中的一个按钮。 TraceUI还提供了众多的编辑器。 每一个空间编辑器都有非常多的属性配置。 我们不在课程里一一介绍。 每种编辑器都会包含Style属性。 Style属性包含四个样式。 Simple,Customer,Text,Read Only。 我们简单看一下TraceUI提供的空间编辑器的列表。 它提供了Array表示数组空间。 Boar表示了单选框复选框。 Bottom用于表示按钮。 Code表示代码编辑器。 Color表示颜色选择的对话框。 Directory表示目录空间。 Annual表示罗列空间。 File表示文件空间。 Font表示字体选择空间。 HTML用于键网页的空间。 List表示列表框。 String表示文本框。 Password是密码空间。 Tupel是元祖空间。 在我们的网络资源中,我们提供了一个集成展示各个空间的应用程序代码。 同学们可以通过运行程序TraceUIEditers.py来演示各个空间的四种样式效果。 请同学们课后自己来进行练习。 Color表示文件空间。